点火 大家好 我是沙鳄公主 今天跟我老八从山去采一去 要采 因为现在变采比较严重 那么有冻茹了 我们现在去沙鳄药 肯定有的调味着药 大家来参山去看一下 快走 快走 アーフィリー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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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找到那个药材了 老爸坐这里 刚才那里没有多少药材 老爸说去对面那个山坂去看看 应该那里的药材会多一些 现在我们去看看 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竹林这里 扯到这个草药了 这个草药我们叫不出林 无麻的不出林 我不知道这个每个人叫的药民不一样 这是虚肺止咳 肺肺炎是比较好的 其实我们永远是肺而肺炎的 现在疫情当中 我们是柴一点回去 去防守抗病毒 这个的话这是长个样子的 这个不出林 有的人叫的药民可能不一样 我们这里是叫不出林 因为药材的话是有很多种别人的 别人的 这个药材不是我们那里面都有 这个山头有一些 那个山头有一些 现在我们想去另外一个地方再找一切吧 因为这里没有的药材 俗话说 硬食是个把 不硬食 它就是个草 其实像好多民间那种 本草的药粉都能够吃很多 泥养杂症的 自己会一些草药的话 可以预防很多疾病 啊 啊 这是麦冬 有饮食的吗 麦冬也是鲜肺止咳的 这都是野生的麦冬 挺多的 现在我们来採麦冬 麦冬 现在我们挖的是麦冬 这个也叫韭菜麦冬 麦冬的话也是指得花甲面肺的 预防感冒的 抗病毒预防感冒 它长得像韭菜一样 所以叫韭菜麦冬 这是麦冬 平时要採布的话 就是只要这个颗粒 下面结了麦冬的颗粒 晒干煮水 现在我们是连全桌一起用 麦冬然后加上这个 不脆里 胡麻的不脆里 一起煮水 拿回去一起煮水 我们全面抗疫 现在我们要拿草药来洗一下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杂草 你拔得要清洗干净 你把这个药开好了 以后拿来晒晒晒干 就可以用来煮水 当茶饮了 可以预防感冒抗病毒的 自咳嗽 还有预防肺炎都挺好的 谢谢大家的关注哦 下期再见